所以每一場都可以集聚化的話應該要早一點用 才不會浪費三個回合 好我們一開始就給他集聚化 這樣就可以看到我們專屬招式了 剛剛只有挨打分 這次我們要活久一點啦 一具拳鬥 不是啦這個不是專屬招式啦 看錯了 皮娃 好 哈哈 第二場無痛過關 寶石海星 超能力跟水 我們這一場就來秀一下我們的 超級巨招 這徒弟根本是同一個人 我覺得整個館內徒弟根本都是復制人好不好 超級巨奪命一擊 超級巨奪命一擊 哈哈哈哈哈 這特效也太酷了吧 我真的覺得一級流的速度好像有點稍微偏慢 那我們一樣就先加一點速度好了 我們速度就偏慢 我們這次要撐住啊要撐住 不錯不錯不錯 有人提供資訊 呆殼色是要加熱鬥扣熊完才能夠進化 果然跟我們預測差不多啊 最後一場了對方應該也會急劇化吧 會吧 應該是這樣設定了吧 應該是這樣設定了吧 快 耶 差一點 極巨拳鬥 越來越有感了喔 喔喔有死出來有死出來 還好還好 YES 所以說制約比 制約這個對戰打完是可以得什麼獎勵 看來你對使用格鬥屬性的對戰已經得心一手了 為了表揚你不懈的努力 我將這個送給你 啊不要了不要了 打夠了 五場要夠了 點數是不是 就這樣而已喔 就這樣而已 不是說五場打完他 有什麼酷一點的東西嗎 太失望啦 那場最後修行時的克拉拉 深深的撼動了我的心 這是我特製的 克拉拉獨家T恤啦 喔克拉拉的那個眼神 簡直就看到垃圾一樣 所以我只好把T恤送給你了 太棒了吧 明明我設計得很讚啊 為什麼要吐氣 3D龍3D龍 啾嚕嚕 你對孩子很好奇 可可你很有眼光喔 那孩子是虛擬寶可夢 你講話太快了吧 能打贏火力全開的他 像你這樣的人太罕見了 我就送給你當賀禮吧 左邊獸 我們已經拿到四個加熱豆蔻汁了 應該可以去嘗試把它合成加熱豆蔻手環 然後再來進化一下我們的加熱呆可秀啦 喔要八個喔 要八個加熱豆蔻汁喔 要八個那我不夠耶 我好像才四個 我以為是四個 有沒有人去找一下加熱豆蔻汁 比較會常見出現的地點 又看到一隻地鼠啦 我是有注意到好像在樹 樹的旁邊啦 但是 剛剛也有幾次是在 沒有樹的地方也有撿到過 所以說我就是有那種亮點都去看一下 這邊我們來過一次 那個時候是跟那個 跟熊徒弟 那個時候還是熊徒弟 還沒進化成五道熊市 在這邊跟他看看風景 我們看了兩次風景 然後 我們的師傅就說我們的感情變得超好的 是怎麼回事 感情這麼容易變好的嗎 欸我遇到什麼 欸克拉拉 你來這邊做什麼喔 呆呆獸出招 超級無敵的毒毒攻擊 阿呆 拜託你有幹經典行不行啊 下次對待時我要給那個小孩子 一點顏色瞧瞧 佑大你什麼時候在那邊的 欸克拉拉好像長得挺高的耶 那個腿不錯喔 休息好嗎 哪有 而且 人家在那裡做什麼 跟你一點關係也沒有啊 我在這邊做的事你就趕快忘記吧 克拉拉的稀有聯盟卡 我都把那個給你了 你要遵守約定喔 你也好好加油吧 啊你的呆掉的時候就丟在這邊了喔 那不是你的嗎 這麼不負責任的啊 你要把它收回去啊 喔我來看一下 克拉拉 你在敷臉耶 獨屬性道館的訓練比他想像中的還要嚴苛 讓他兩天都逃自搖搖了 別這麼快放下啊 在這個時候他透過深夜節目的廣告得知了馬師傅無常的存在 心想說 師傅看起來挺溫和的應該可以輸出服務的變強 於是立刻打電話去拜師 平時卯足全力 去得到疼愛以外 一點也都不想要認真做事 因此對修行也是敷衍了事 但最近想要 讓某個後輩的戀眼相看 就是我們啦 會偷偷的帶呆殼獸在不為人知的地方磨練 現在剩下兩個 發佛 一帶手環就進化 這麼猛 不是說要讓那個手 給那個 大蛇被去撩 結果沒有這段設定 太可惜了吧 太可惜了 原先還以為有個什麼 融合進化 讓那個 手咬一下 那個他在一開始擴充票的那個 廣告出來的時候 一直去包裝一直去包裝 讓大家很期待 結果 結果沒有 其實我覺得他們是做得到 而且也沒有超級巨 對啊 這個不是那個嗎 盾版限定的道館館主 你怎麼在這 馬瓜 不是啦 這是我們劍版就有的啦 我有一個記錯 他在這邊幹嘛 他在嘗試巧妙的動作讓巨碳山的力量可以湧出 所以準備大撇火令塊 讓我們期待一下 所以他也是類似在這邊進行修煉 下一次見面就會變強就對了 挑戰之路都有 7隻地鼠了 就這樣子一條 挑戰之路就有7隻 而且這個顏色超級近 跟地鼠的顏色超級近 還有人說我剛剛就 就錯過一隻 這是怎樣 要讓每個小孩子都近視是不是 好 喵花草要進化了 喵花草 好 喵花草 好 喵花草 Yeah 怎麼可能我們整整片地圖探索 找不到 再更多的加勒豆蔻 跟 Dish 其實也不是要乾到底 就沾了就是 差那兩個加勒豆蔻 捨不得 就在這邊半途的廢啊 加勒豆蔻有點偏機車 好 又有一隻了 剩一隻 兩隻 滿了滿了滿了 我們去合成 我們去合成 在這裡對不對 我記得在這裡 欸 這個大家有人從這邊 騎車騎到加勒的嗎 所以是可以通的嗎 還是一定要搭那個 鋼卡壓車 還是說那個有一個邊界 就封著不讓你過 喔 有人說有毒粉兒 我也是很期待毒粉兒了 那個克拉拉的那個法式 這麼像 你還說你沒有毒粉兒 我才不信 才這一小小座小島 有這麼多地鼠 那不就要塞得很滿 可是我一直都找不到 還是在 在邊邊 有可能貼在邊邊嗎 怎麼可能 他就這樣塞在牆壁裡面 給我8個加勒豆蔻 可以編織加勒 好 我們要編織加勒豆蔻手環了 我邊 我邊 我邊邊邊 欸 那個 三月王法一個定格了耶 一個那個時間暫停了耶 好 我們獲得加勒豆蔻手環了 邦加勒地區的呆呆獸戴上 他就會很高興 很適合呆呆獸 阿媽拉戴一下 我們當初在序章抓到的那一隻拿出來 太可愛了 有啦 喔 這個是直接使用的不是攜帶 YA 亞龍 呆呆獸的樣子 那他去哪裡生 大蛇輩啊 變成 獨家超惡 恭喜恭喜 寄居蟹寶可夢 被大蛇輩咬住的刺激 和體內的香料發生了化學板印 讓他變成了毒屬性 不錯喔 貝幣武器 沒錯 這招超帥了 像洛克人一樣 欸 啊 好大隻 太Cute了吧 這個大家有跟 別人聯繫過了嗎 可以看到其他玩家的 跟在後面的寶可夢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也很酷耶 可以看到 大家 大家在後面遛什麼寶可夢 那麼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啦 我稍微再整理一下這一次 凱茲古島上面新的一些資訊 有些比較值得分享的 我就整理整理給大家 就期待我們將來的新影片吧 謝謝大家 看到現在3點30分 跟著我們一起 冒險這樣子 一趟 我們剛剛好有在遇到那個誰啊 克拉拉 他在 訓練自己的呆呆秀 不知道 之後還不會 有 他的更多的劇情 不知道 好我們 整理一下再分享給各位啦 謝謝大家 一直看到3點半 那大家晚安 我們下次再見 如果你覺得我們這集影片 這次直播 你還喜歡的話 幫我們按個喜歡 或者說還沒有訂閱的 也幫我們訂閱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